先祖来我们来回顾 上一次故事跟你讲的那个星期啊 我们还在叫做 我自由的人的系列 我们来看上一次我对这种梦 我跟你说 犹太人啊 被捧绑到一个程度 一个地步 看到自己是被捧绑的 跟今天的很多基督是一样的 但耶稣说 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努力 罪的努力 所以请问有谁 信主之后没有犯罪的 我们都会犯罪 然后主说 只有行道的人 但行道的人 行道的人 才获得 成为神 而此身份的自由 不是因为你来教会哦 不是因为有这类似的崇拜 而是你成为神 而此身份的自由 然后我告诉你 我们的一生 听好哦 我们整个信仰当中 就是要保守坚持在基督里的自由 也就是 我们一辈子要追求去行道 好叫我们脱离捆绑 脱离做奴骨的身份 给你讲阿们 阿们 阿们 所以我能够告诉你说 没有被捧绑的生命是 怎么样的生命 是完全顺服的生命 顺服主才能够得自由 给你讲阿们 阿们 才能够做一的如故 阿们 圣殿不是一座建筑物 你的圣子才是圣灵的天 如果我们的圣殿进阶了 我们必须靠着耶稣 从我们生命当中 赶出盗贼和小口来 阿们 然后会为什么 如果你是久病 未遇过 或许不一定是 但是有可能是 一个破口的征兆 而是从你带来这些奇病的 这是我要提醒你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你接受 撒旦魔鬼的谎言 去信 他放在你身上的咒诅 比方说 我们家庭都是提罗多病 你相信吗 阿我们就是遗传 你相信吗 还有就是 你把那个诅咒 宣告在自己的身上 哎呀 阿我可能因为我 脚痛 我可能是因为我有风事 我因为我家养财 那为什么 你把这宣告 没有的 你自己宣告疾病在你身上 然后我 所以我告诉你 我确评大家 都需要向那个 效法那个 尼妃尼姬 赴你谦卑自己 来讲谦卑自己 他讲谦卑自己 他讲谦卑自己 他告诉主说 那个狗啊 丢下来的摧杂了啊 他也吃满主人的摧杂了 这么棒的回应 耶稣说 凭你这经过 你愿意宣费自己 你的女儿 居有的自由 所以我们要 常常在准备前 宣费说 主啊 我要领受 从你拿来的 阿们 所以 今天我要跟你讲 一个信息 非常重要 就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非常重要的信息 如果今天你有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弟兄姐妹 也没有来的话 你说等一下 你联络他 诶 赶快上网去看 这部分的事情很重要 接下来的 连续三个 心理都很重要 今天聊会讲的是 情绪的从来 情绪的从来 对 下个事情我要跟你讲 那个 呃 情意的试探 然后 我希望在最后的世界里 要 我也能做一个 释放的导臺 诶 情绪 情绪的 创造 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因为我今天 我希望能帮你们 做一些一致的 祷告 啊 讲完告 我们来看 我们那个 情绪的状态 从哪一段经文 也提出 啊 圣经里面有说 耶稣本身 告诉我们说 他哪是哪一致 我们 这些伤心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经文 呃 在路加福音 第四章十六节 他这么说 耶稣来到 拉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西日 照照 照 照 照他平常的规矩 经的回答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 以赛亚的书 交给他 他就把书打开 找到一处 写着说 主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 我叫我传出一点 名称的人 他差遣我一毫 伤心的人 伤心的人 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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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来的人 看见 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大家 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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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还能讲完 他说 传扬 当主越纳人的时间 耶稣已是把书卷卷起来 又把他教为制式做下来 会堂里的人都大开 就 瞪眼镜看着他 定睛看着他 因为他讲的是先知 以赛亚书 是一个谜 就是 以赛亚的预言 以赛亚的一本书 看耶稣 会讲些什么 耶稣就对他们说 今天这个圣经体验在你们的耳中了 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规逼的 就直接的告诉他们说 就 没有言识的告诉大家 我就是 那位经上说的 我就是众所其伴的乌撒亚 对吗 所以耶稣是在很多的使用 他没有说 他暗示 他也没有说 他也不要讲 他很明识的告诉我们人家 我就是那要来的乌撒亚 我们想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因为没有 不是神的儿子 他一直在表明他的身份 我就是 就是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先知一直在讲的那个 我来 阿们 说明我来 我要让你看到今天早上 耶稣来 医治伤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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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要你看一看 每一个人 大家有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包括你包括我 这样讲 包括你包括我 包括我 耶稣来的世上 有什么大的失踪 我们要你看到 有五个失踪 根据他们的经文 他说一定有五个失踪 他有五个工作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一定要做的 第一 求恩 他说 他说 我差遣我去传福音 给凌穷的人 然后告诉他们 神越纳人的死定 有没有 所以 耶稣来到世界上 给我们什么 求恩 第二 大家讲圣灵的喜 圣灵的喜 因为圣经当中的说 耶稣本身说 主的灵叫我身上 叫我传 叫我刚刚刚打动 叫我传福音 给凌穷的人 所以 我们看到 耶稣就是他一位 用圣灵 来跟我们施敬的那一位 那么第三 大家讲医治 医治 因为圣经说 他医治 叫夏兵的 额参见 就是医治 所以耶稣 来的在世上的 第五种工作 其中一个就是医治 然后接着来我们看到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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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经文里面说 他叫压制的可能是 有有没有 所以他的工作 是一个释放的工作 最后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我没有办法 读得一起讲 我今天要讲的第五点 那就是 情绪医治 情绪医治 对 耶稣医治上心的 这个是 你们所有宗教 没有办法 也没有 这么明显 明白的 告诉人类 大家 他说 我就是医治 我来就是医治 伤心的人 耶稣非常 贩重 伤心的人 他在 旧的整个群里面 他也 照顾到 伤心的人 他也 照顾到 被压制的人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底下来 所以这边我要你听好了 我们的主是来医治伤心的人 而释放受压制的人 请听本圣经把受压制 发提成受压伤 受压伤的人的自由 来我们来看 怎样的解释 我今天只有两点 大家有两点 两点 我要跟你讲伤心 然后我要跟你讲压制 OK 大家讲伤心 伤心 所以你们说 broken love OK 希腊的伤心 希腊的伤心 是一个符合字 OK 另一个就叫 sintrable sintrable 就是打破破坏 天 我的玻璃心碎了 这样 我的心碎了 这样一瞬 至少有一个火器 一个可以破的玻璃的火器 一马 应该就这样 他自已破坏 到福法 好 浮原完全破坏的状况 叫做sintrable 第二个就是gandia 大概gandia gandia 就是心 所以你看现在医学 你去医院 心脏二辣 gandia 有没有 就是心脏医学 他们的东西吧 灯 是来的 so 我们能够看到 所以 这里是指一颗破坏的心 碎 心碎意义的意思 你是否有试过心碎的感觉吗 我相信大家都有 有没有 不管你是从小 你是喜欢一个人 你爱上一个人 你想表白他 不接受你 这里是心碎的 早前师母去那个 Taman Negara 去爬山 只剩下我和琪琪两个人 我以为我们两个三天 都要相依为力 我跟他可以 如初的 这三天在一起 那你知道 琪琪只跟我一天 剩下两天 他就去阿公 去那个 伯伯阿阿嬷的地方了 哇 我伤心得很 因为我只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伤心是想要有的 A 伤心破坏的心 right 你的心是否私以破坏 那很重要 但好消息的是 主可以医治 对吗 主可以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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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可以医好医破坏的心 你不必再 再伤心肚子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 美丽的 但在医治之前 我必须要 我们要处理掉 那个 坚固的引领 两个 你生命中有许多的坚固引领 但是我要对付的是其中两个 也有其中两个 那其中两个呢 一个是因为伤心所带来的坚固引领 另一个是 因为亚伤 因为亚伤所带来的坚固引领 心碎的人 常常把他建立起来的围墙 的坚固引领就是拒绝 大家跟你讲拒绝 拒绝 英文是 rejection 我服侍神将近三十年了 我跟从主已经三十年了 我 我 你会很奇妙的很奇妙的 我告诉你 这是我观察的 那些每一个人呢出来被我打烧的 如果 然后圣灵在身上通通 如果那个人生命当中有被拒绝 有被拒绝的 他倒在地上 他的脚已经 硕起来了 为什么 他被拒绝 他在防备性 不要再被拒绝 因为我 我去很多了 我常常看到他倒在地上 他的脚已经硕起来了 因为他长期被拒绝 那我会给你讲很多的例子啊 我会给你讲一个篇的神学吧 我要给你很实在的 因为我今天我相信 透过这篇道 怎样知你从过去 从小到大的 一个伤和伤害 心碎来自 因为各种的人气关系 和你的友和友情 或者你某个亲人 离开五次 因此心碎 拒绝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了 我要你注意就是 这个拒绝rejection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非非寻常的一个后果 人很容易受到拒绝的影响 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书 但它是一个神学的真理来的 其实我们一出生 就受到拒绝了 因为人的罪信 所以上帝拒绝了我们 最大的拒绝信 对上帝拒绝了我们 如果没有耶稣的保血 圣洁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我们接近的关系 除非耶稣的血 把我们数为接近我们 因此我们这一辈子很容易感受到拒绝 加上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经历 更会加深这个拒绝所造成的伤害 所以我们来看看几样的经文 好吧 可以看经文 对呢 把我说明书记十四章三个字节来 第二章 刀了你们 为他一看阿滴的十四五十多年十五年 一天三万一年 你们要当当罪孽十四十年 你们知道我为神了 你应该做我为神了 因为 这里说 以你们作为 我以读英文说 You shall know my rejection 英文说 神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该知道 你们拒绝我 所以我拒绝你 很多时候啊 我们以为啊 我们拒绝神是一个很不同的 要因啊 我不要神 我拒绝神 我看拒绝神 没有问题的 我告诉你 当你拒绝神的时候 神也有权力拒绝你 我要告诉你 当你被神拒绝的生命 一个人被神拒绝之后的生活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生活 我有圣经证明给你们看 我们来看这个 德西亚书第八章第三节的说 以色列弃绝两章 所以仇敌必追赶 如果你没有神 你拒绝神 你的生命中没有神的时候 有一个现象 就是你打开了一道门 让魔鬼来攻击你 让魔鬼来追赶你 这是铁地板的事实来的 然后当你 撒旦火鬼被让你 说明建立了 一种坚固的阴 这里说到 他们拒绝整个道路 因而让撒旦火鬼 抬了一条门 一道 所以基本上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这个东西 获废性所产生的拒绝 可能延伸了 七种坚固阴 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坚固阴 有人称它为性格障碍 Personality is order 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性格 但这些情绪的阴内 让人陷入空白 这些情绪的阴内的根源 来自于主族 我会连起一个 但是我会想着开茶 你会开生路 因为是 时间领路 我只是一个给你麦花 你介绍给你的人 第一大讲的愤怒 愤怒 台大讲的愤怒 愤怒 要不要拒绝 如果你被人拒绝 如果你生命中有拒绝的时候 你所产生的一个情绪的表现的时候 你生命中有很多的愤怒 那举个例子 我就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是一个奇异 Whether like it 不管我知道 我不知道 我的养母 我的妈妈 常讲说 我阿圣都尽量派现给 你很坏意气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不坏意气 因为我生命中被弃绝 我要不要 我的圣物就把我移情了 所以我就带来很多 在我里面的圣物 很多人不明白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就跟领界有关 我要你注意点 很多人说 牧师 你怎样去参加黑社会 你讲座那个黑社会的那个人 你一边手里面脚打都打不赢过别人 对吗 我告诉你啊 粉入 那你 进入你的身份的时候啊 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我混不至黑社会的物质里面啊 为什么 我很凶人 因为有分人 我在每一次的打拼当中啊 不管 后面人家拿那个 拿那个 那个力气啦 拿那个 什么 椅子 椅子来 骗我啊 我都不管了 但是如果我 就是我 很生气 但是我要打那 我要对付那 我要打那 我就打到那个 倒好为止 就是愤怒 不仅这样 我的愤怒 包括在我家里很多的家族都被我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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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是因为那个愤怒的佛操纯 但是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愤怒 因为这个人 当你这个愤怒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你就变成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去 你看到不知道怎么常常看到的 他因为愤怒而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因为愤怒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因为愤怒而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后来而后悔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不是因为情绪的问题 这是一个邪灵的影响 哈啰 我曾经唯一个人祷告 天真万全 这个人啊 很大致 不是胖很大致的人 可是他里面有邪灵 这个邪灵彰醒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变成女人 也不能模仿他讲女人话 女人声音 一个很灰骨大致的男人来的 他讲 都会懂啊 都会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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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都会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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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要让自己凶狠 他们就做法 他们专门在海外那边等 人家亡灌了 亡灌了那个亡灌死掉 马上用面包沾那个水来念咒 吃下去让他变成凶 他说如果没有记错 当时他沾的那个水 是一个女人的 而且是一个怀孕 不知道几个月了 是一死两命 而死在那个海外那边 把沾那个水来吃进去 然后他就走了 那你问我说 牧师难道你相信这个人的灵魂 经常的人 不是 我不相信 我相信这是魔鬼的宝贝 让他相信 他有了这个女人的灵魂 你有了这个 他就很没有把握 他敢去做很多东西 他本来是很担心 他因为沾了个水 他捏了座 他就高枪入路 他就好像 当一个憤怒的灵 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好像一个哈人 你看到他吗 绿巨人 你不要让我生气 你让我生气 你会很难看 人的吗 你动到他 绿巨人 他把他变绿 然后变成另外一个人去 明白吗 他给你看到 他在灵里面去送给那个人 为什么一个人被忽然间发出去 没有到你 然后生气到把门杀死 圣经里面有记载 我给你很多的例子 圣经有记载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在撒姆尔记上 那就是说扫罗 撒姆尔回答扫罗 我不与你们一同回去 因为你拒绝耶稣的祸 耶稣的祸 耶稣的祸 也拒绝你做以色列的祸 因为他拒绝神的祸 所以他 你有生命中 你有神的祸 不不重要 扫罗因为拒绝神的祸 那么神也拒绝了他 reject他 成为王 但扫罗没有被神拒绝了 他变不怎么样 我们来看 在撒罗 纪上十三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年说 从野火那里来的恶鬼 又临到扫罗身上 那时扫罗坐在屋里 手里拿着枪 大卫正在弹琴 扫罗就想用枪杀死大卫 把他刺在墙上 大卫从扫罗面前躲开了 他的枪刺在墙上 那天晚上 大卫逃到就逃过了 那刚说你有看到 扫罗变成什么样的人 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而且第一大无穷 他能把那个枪 刺到那个枪 枪顶里面 如果扫罗没有跑 膝盖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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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功能 他的生命出现了末后,让邪灵进入,邪灵就是他死, 遗弃事后,甚至让他祈祷伤害别人的生命,有些的因本不合事后,可能是邪灵的影响。 第二,大家缺乏安全感。 拒绝,拒绝带来的就是缺乏安全感。 你身边会有这样的人,怎样的人呢? 他会很在乎你讲的理解。 有些人需要别人持续的关注。 你看他,我告诉你,你随便在飞行就能看到了,他很喜欢人家赖他的。 他很注意那个赖俄罚的,因为他缺乏安全感。 他要得到更多的人能认同。 他们的生命当中啊,他们喜欢坐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最能够能让他发现的步伐。 然后他常常要人成为大家的瞩目的交流。 他需要别人的肯定。 在开会的时候,有人如果称赞的人,不是他,他会问他,为什么你没有称赞? 因为我讲的是,你记得生活上发生的事情。 这种人没有缺乏安全感。 这里我来讲,这不是性格的问题哦。 那是因为有邪灵的影响。 这种人会在,他需要被释放。 这是邪灵的影响。 有些人呢,特别是我在讲道啊,他心里面讲的,不是你在讲我了。 其实我不是在讲你,我是在讲所有的。 你会觉得,哦,不是你在针对我了。 这是缺乏安全感,所带来的原因。 走,缺乏安全感。 他如果拒绝,他还会带来什么呢? 他还会骄傲。 对,拒绝能够带你骄傲。 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最棒的。 你认为自己最棒的。 你认为自己最棒的。 你认为自己最棒的应该说嘛,对吧。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最棒的。 如果你留心观察, 你会发现,骄傲的人站在你身边的人, 站在你身边的人,站在你身边而已。 很多,我们身边的人有很多是骄傲的。 你这样正在骄傲,他嘴巴讲不平了。 他一直要讲,一直要讲,一直要讲。 那,不要因为我这样讲之后, 从母亲以后,你不要讲话了啊。 你也不要跟牧师讲了一遍, 跟牧师说你骄傲。 不是,不是,不是,我一直不讲。 诶,我在说有一种人, 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意见, 都要发表意见,在小组的时候, 他总是要强特回答所有的问题。 这个是骄傲所产生的, 它们是一个情节所产生的一个骄傲。 第四,那两个过渡是独立。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独立。 但是过渡的独立呢, 不是神, 是一样可能的。 亚当第一个罪, 不是因为他吃了那个果子。 亚当的第一个罪, 是因为他不要依靠人。 他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要吃了那个果子, 成为聪明的人。 他要过度的自力。 人的问题不是, 不是independent, 不是只是独立吧。 他要过度的自力, 他不需要依靠人。 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要靠自己。 因为你要有这样子, 这种人在讲。 我一般他心处就是, 他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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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靠自己啦, 他还是那种心态说, 我靠我自己, 上帝啊, 靠上帝, 可能要把我帮助上帝, 怎么办? 所以我还是靠回我自己, 有没有? 这个是过渡独立的一个, 所带来的这个结果来的, 过渡之量。 这种人什么事情都自己来, 不要别人帮忙。 而这种人, 很难建立关系的。 你很难跟这种人, 建立一个关系, 能够走进他的生命里面, 能够成为自己的, 因为他独立。 他不要你进入他的生命, 他不要你凑入他的生命。 这样的人也很难目瞭, 很难目瞭这样的人啦。 所以, 呃, 呃, 他们不听一遍, 他们坚持一遍, 这是拒绝的人所造成, 凡事靠持你的肩膚一类。 HELLO, 大家讲, 永逸被爆发。 永逸被爆发。 就是说, 你讲你背嘴的, 我随便一讲一句话, 都踩到你的尾巴, 但是, 其实你没有尾巴, 是很容易踩到你的尾巴, 你身上有很多button, 我随便按, 你都按到你的button, 就这样了, 永逸被爆发。 为什么会, 这个永逸被爆发? 因为他被拒绝, 只要你讲no, 或者你不认同他, 他就会被冒犯了。 诶, 会被冒犯了。 诶, 呃, 这些人非常在意别人的意见, 他丝毫, 这个, 这样的人, 他是不认真跟你吵架的, 听他吵架, 他会很认真对待你讲, 我不是跟他吵架, 我不是跟他吵架, 所以那个人, 你不能跟他吵架, 你一步想, 你踩到他的尾巴了, 那等一下, 我会讲亚方, 亚方的英文叫Bruce, Bruceus, 就是内处血, 就是皮下处血, 就是用中间医学的, 角度医学的名称叫, 皮下处血, 就是内处血的一个情况, 所以, 呃, 呃, 当皮肤的颜色, 恢复的时候呢, 他, 里面的, 血管还没有恢复, 一旦, 他在受到不成绩的时候, 他还会再次的流血, 不离心, 就算他死血了, 但是如果再创到被创伤的时候, 他还是会再度流血了, 同样的, 过去某个人伤害, 某个人的祸伤害你, 如果有人在触动这个点的话, 你会再开始, 又再流血, 当面好像可以告诉你, 耶稣说, 祂能够治你, 祂能医好你, 你伤心, 祂能医好你一切的伤心, 在这些人, 这些人身边, 好像, 你要很小心, 好像如鱼薄饼, 因为你稍微讲一句话, 祂会恨死你, 祂会跟你烦你, 不管你跟他建议感情的多深, 只要你讲一句话, 不会公娘他服了, 他马上跟你烦你, 这就是容易被你犯犯的, 为什么会被你犯犯? 因为他被拒绝, 所以拒绝很重要, 我今天要处理的是, 你身份中的那个拒绝, 解决, 为什么我能够针对这个问题, 因为我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拒绝, 我一出生就被拒绝了, 我是一个弃鹰, 所以我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要帮助你得到医治, 我要帮助你得到施法, 来第六, 过不害羞, 过不疲, 这不是性格的问题哦, 我在提, 我在提你的不性格的问题哦, 哎哟, 那一项没问题, 你过的那一项, 导致你不疲, 不疲别人, 这是因为, 你怕再受伤, 因为你曾经被拒绝过, 好了, 我讲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在你身边当中, 所以, 这个你必须要被离止, 第七, 大家讲, 空置的拒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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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 我要特别声明哦, 每一个我遇过有, 空置的拒绕, 或者, 操控的问题的人, 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监督音乐, 他们被捆绑很深, 都是因为受拒绝的灵所影响, 一个人, 有被拒绝的灵, 有被拒绝的灵的时候, 很容易成为操控的, 他要, 他要掌控一切, 你想, 他想通过, 控制他人, 或者他们的反应, 避免, 他们再次被拒绝, 其原因就是, 过去, 他已经被拒绝很多次, 得到伤害也很大, 所以, 他一定要, 控制的局面, 他要掌控所有的局面, 我甚至告诉你, 因为我跟那个牧师, 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跟他是商业, 他很, 要控制的, 包括我的生命, 因为他被拒绝, 因为他受伤了, 因为他受伤了, 所以, 我要可以看到,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 在控制了掌控的影响下, 他们会打断别人的讲话, 因为他受不了对方的话, 他在潜意识里面, 他提, 因为这个人讲话, 提醒他过去的状态, 所以他必须打断, 他的话, 他的话, 特别, 当你跟他对峙的时候, 他会, 他会听劝, 他试着打断你, 而且还会顶撞你,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你也这个问题嘛, 你听什么呢, 要讲话, 有没有,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你讲他说, 他也讲你,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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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你在跟他说, 你身边有这个问题, 他说, 你不要讲话, 你不用资格讲话, 你也是一样嘛,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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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把笑点, 递到你的身上, 你在讲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把, 他会说, 你也, 你也是同样有问题, 所以, 不要来干扰, 这就是, 控制, 有, 控制率的人, 一个, 呃, 一个, 一个, 然后, 我再告诉你一个, 呼, 也是一种操控的手段, 有些人用呼来操控, 一呼二到三三调,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会问你老婆, 是不是这样子? 我,我,我, 我从过去, 我有同工的, 从过, 不是在灯塔里面, 从过去到现在, 很多人都同工的, 你是我责备, 但是我还是在那边, 有严有的, 那边有问题, 另一边是, 为什么你不要哭, 我要准备的问题, 哭不是让你, 好过就这一节, 然后你不用什么改变, 你不用, 你不用改过了, 你不要用哭来, 来, 改变不要, 不要用哭来, 来让你不成长, 所以,哭, 是一个, 不用来操控, 因为你看到你哭了, 不好意思, 不要讲你了下次, 所以你不用改变了, 哭, 也是一个, 操控的, 所以这是, 精神关系的事情, 我可以讲, 就是很practical的, 很实在的, 因为, 是我处于很多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很清楚在讲解什么话, 因为, 所以, 很快的, 今天很多人, 在眼上, 你来到教会, 你都是保持, 微笑, 对吗? 但是, 如果, 你现在对峙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哭了, 他仿, 他们仿佛表达, 这当我很受伤, 我好痛, 请你不要来讲, 请你住手了, 他们想要你平手, 你不知, 是因为, 你刚才的话, 而是大家都这么说他, 不是因为你刚才讲他的话, 而是大家都要说他, 他过去的伤, 还在痛, 这是一种的操控, 因为他们随时, 能停下来, 因为, 因为这种人, 他不是哭了吗? 他哭了, 他伤心, 没有, 你这边哭了, 不你哭了, 他走进去, 他就没笑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有遇到很多这样的人, 在这边哭,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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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他走进去, 他就笑了, 他就想变成, 就麻烦了, 马上变脸了, 比那个市场变脸还厉害, 你知道吗? 那个是因为, 没有潮风的灵下的约路, 我跟你讲, 我告诉你, 我说过, 我很清楚, 我自己在讲这个话, 如果你有这个状况, 你只要不要释放, 要把你生命不能成长, 这是一个拦阻, 这是一个, 呃, 这是一个,呃, 这是一个,呃, 呃, 这是一个,呃, 这个是个坚固营物, 它来控制你, 来让你, 不能够成长, 然后第二大, 要讲压伤, 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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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us, 看到吗? 同样的, 在还没有讲下去之前, 我一定要强调, 耶稣能够医治被压伤的人, Amen啊, 耶稣能够医治伤心的人, 也能够医治被压伤的人, 耶稣说, 叫他受压伤的得自由, 压伤是一种内处学, 所以, 重点是, 要得到自由, 被压伤的人需要自由, 换句话说, 压伤的本质就是要很受苦难, 压着你, 叫压着你, so, 耶稣说, 我来说, 叫受压伤, 被压伤, 崩溃的人得自由, 压伤就是崩溃的意思, 那我想问, 你自己崩溃过吗? 什么事情让你很崩溃的? 婚姻吗? 关系吗? 失去经文吗? 你自己想看哪些东西是让你崩溃的, 他说, 你不想做了, 就叫崩溃了, 你不想了, 哎呀, 你什么都不想做了, 崩溃了, 就叫崩溃了, 耶, 我并没有想让你勾起你当心的事, 但这事实是很正直的, 令人很崩溃的, 这时, 圣灵王也会趁虚而入, 造成你不饶恕的坚固引力, 第二讲, 第二我要讲的, 控制你的叫不饶恕的坚固引力, 大家不饶恕, 不饶恕, 很重要的, 有很多人信耶稣之后, 他们还没有饶恕啊, 他以为说, 我现在说了, 我放过你, 我放过你, 放过你的老数啊, 是两件事情啊, 我不要帮助你, 因为如果你不把这坚固引力, 我不要过, 你生命不能够成长的啊,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下去,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彼得问耶稣说, 主啊, 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 我要老数他多少次, 然后彼得很怪我, 然后告诉, 告诉耶稣说, 先你七少到, 七少到啊, 啊, 是不是七, 七十次的七, 七次啊, 然后耶稣给他, 回来, 耶稣他说, 啊, 是不是七次, 然后耶稣给他, 七十次, 七十个的七次, 然后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人欠主人啊, 换今天的马币来讲, 是像等于二十一亿, 五六千, 五百嘛, 哇, 我一辈子都不能赚, 就是你签太多了, 就签在中二十一, 六千五百万, 没有二十一亿, 六千五百万, 签你教会啊, 啊, 他像主人哀求, 主人就免得他债, 感谢主, 主是很欢容, 主是好年龄的, 所以就是欢容他, 这就是值得我们的经文, 哈喽, 这个经文不是讲给, 没有CDS的人这样听的, 这个是讲给, 信徒听的, 听好听人们, 如果你要等方就听好, 这个经文对你太重要, 这是给信徒的, 这个耶稣讲的就是, 信徒所犯的罪来的, ok, 然后, 然后, 这边被赦免, 这边被释放, 这个人说, 这个人哪, 一个得救的人哪, 这个人得救的人回去了, 就救出那个, 欠他马币的多少钱, 一百八个塔头了, 一百八三个, 他就捉那个人, 为了一百八三个, 捉那个人, 换去见老, 直到他还亲为主, 耶稣问, 主人应该将对付这样的主人, 这就是老初的一个比喻来的, 我们来看, 太多时间, 我们很深入的, 我们就看断经文很快的, 来看这个经文十八章, 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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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 于是主人讲到, 来跟他说, 你这个恶务, 你求我, 我就是免得你欠我的一切, 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 好像我怜悯你的, 怜悯你一样吗? 于是, 主人大怒, 把他送去扶行, 等到他所欠的一切还清, 如果, 耶稣说, 如果每个人, 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的天父, 也必这样, 待你来, 那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为什么神允许, 圣经说, 从业我来的恶鬼, 来折磨他, 我要当初你明白, 很多要不明白, 上帝里面要这样做, 我们来看, 请特别注意, 耶稣为这个礼遇的, 做了解论是什么, 这里指的是幸福的过犯, 如果基督不愿意饶恕, 天主不愿意饶恕, 天父会怎样做, 他会把你交给掌心的, 没想到这样, 交给掌心的, 交给掌心的, 不是我的话, 耶稣信多多, 他会把这个人, 不饶恕人, 交给掌心的人, 诶, 掌心的人, 神允许一个邪灵, 降在扫罗的身上, 耶稣说, 如果你不饶恕人, 天父, 会把你交给掌心的, 这些全部都是经文来的, 不是我的话讲的, 对吗, 特别多前书第五章, 有一个活在最终的人, 保罗说, 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哈喽, 让他肉体败败, 死他灵魂得救, 有没有, 这些都是经文来的, 圣经的原则来的, 如果你不饶恕的时候, 天父就怎样的带你, 你不饶恕的时候, 神就让这个邪灵来侵犯你, 如果不饶恕的时候, 耶稣说, 爸, 你交给掌心的, 这些都是经文的, 不是买买的,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经文的, 当你不饶恕的时候, 神说, 不要交你给掌心的, 我们来看看, 那必须要用英文的, 一个来, 然后我要做一个, 学问, 呃,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这一点很重要, 回顾纪录业中, 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时候, 神就把他交给他们的处理, 为什么呢, 要他们未来, 回到神的身边, 让他们知道, 被捆绑的滋味, 才, 才会想到要争莫, 因为被捆绑的结果就是死了, 你, 我们常常以为, 上帝是很气吧, 你看, 为什么讲这样呢, 因为, 哎呀, 要紧让上帝, 严厉, 劳恕我的, 上帝严厉, 就算我把, 我拒绝了神, 我拒绝他, 你无所谓, 只要我要回来, 上帝就很简单, 没有, 他告诉你, 当你拒绝神的时候, 神一直在, 是要你回来, 没错, 但是, 你要面对你的, 你的结果就是, 你要面对这些痛苦, 如果你不愿意老数别人, 神会透过折磨, 让你愿意老数, 否则你会活得很悲惨, 他在等你说, 不要回准归向神, 要知道, 除非你会改后, 真得不到死亡, 神是最后的审判, 阿们, 那, 还有, 我忘记, 还有啊, 然后, 今天还一处说, 我要你看到很重要的, 还跟他们的, 目色里讲重要的话, 来, 我们来看, 雅各书第十章, 第七节, 就是你们所谓的请问, 我们一起走了吧, 一,二,三, 你们一当顺服神, 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 神经说, 雅各说, 你们一当顺服神, 抵挡魔鬼, 魔鬼就逃避了, 就逃避你们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哦, 你可别听我, 听请听我说, 除非你顺服神, 否则你无法抵挡魔鬼, 魔鬼会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 你抵挡不了我, 不要以为你抵挡魔鬼就可以了, 如果你生命中, 你不是顺服神的人, 你别想抵挡魔鬼, 魔鬼说, 都满笑啦, 都不搞想当杀, 你都一模一样罢了, 为什么你抵挡魔鬼, 没有魔鬼, 因为你没有顺服神的一个神, 真的很重要, 然后, 然后我要告诉你, 我在听一个经文哦, 告诉你哦, 撒但如何趁虚而入, 更多前书第五章, 保罗说, 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 但这个人后来会改了, 所以保罗在特里多后书, 说饶恕他, 接纳他, 没到什么人家, 我们来看看经文第二章, 更多后书第二章, 第十节哦, 第七节, 你们要饶恕谁, 可以饶恕谁, 我所饶恕的, 如果, 我饶恕过什么, 是为你们在基督你面前饶恕的, 为什么要老书, 为什么要老书, 免得撒但有几可乘,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的, 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语记, 首先为什么要老书, 要圣语要老书, 免得有几, 免得撒但有几可乘, 跟你马上讲, 免得撒但有几可乘, 免得撒但有几可乘, 不要让撒但有几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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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撒但撑虚有路, 我们的伤害, 会对邪灵敞开门, 因为这些邪灵有愤怒, 不饶恕, 恐惧, 被拒绝, 苦毒等等,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上帝不要你打开门, 让这些人, 这些邪灵, 来影响你的生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你们常常读到的, 是你们有注意的哦, 因为, 特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直接说, 这并不稀奇啊, 因为撒但啊, 自己也装作光明的使者, 你知道吗, 撒但也都装成光明的使者, 什么叫装者, 我来解释个装者, 英文说, 传光明像, 印度的英证往来, 装作的, 希腊眼文的意思就是, 有的版本解释成, 装, 戴上面具带, 戴上面具, 戴上面具, 就好像参加那个Maskara Party, 就是那个, 那个面具派就这样, 每个人都戴上面具, 大家的脸就遮住了, 别人看不出你是谁, 这就是魔鬼做的事情, 他装作三年的贴质, 我要你想一想, 如果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 因为说, 冲分的, 撒但是一个tommender, 他是折磨人的使者, 每次你受伤的时候, 魔鬼就带上保卫师的那句, 假装安慰, 安慰你, 以致你得不到什么, 以致你得不到一致, 以致你得不到一致, 以致你完全没有得到失误, 来, 我再讲我的故事影片, 我用我的故事来跟你说, 刚才我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 脾气和活泡的一个人, 还没信业习的时候, 还没信业习的时候, 还没信业习之前呢, 我的外号, 可以是为了他们叫贵爹, 为什么叫活泡, 只能有活, 我活药会很浓, 那些, 我同学都知道, 在冲击这里, 是很费气很坏力的人, 因为我里面, 有愤怒的灵来压制我, 深深的影响我, 为什么会有愤怒的灵, 除了我妈妈, 我的生母拒绝我, 我还有一件事情, 我在我11岁的时候, 我被一群的, 比较连长的, 大王一天的大哥哥, 大概十七八岁的大哥哥, 拉我去洪海, 他们几个大王一个人, 那羞辱我, 脱我的衣服, 污辱我, 污辱我, 然后我记得, 我当时11岁, 我负责说, 求他们不要, 助手不要干对我, 然后他们还, 还污辱我, 说我是阿伯, 我脸脸脸脸脸, 所以你刚刚是脸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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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玩弄我, 打我一蹲了, 他们就这样走, 11岁那一年, 我在那个箱子里面, 我没有走, 没有马上走出来, 我被我自己, 发誓, 我用那个四年来统绑我自己, 我告诉我自己, 我, 这一生, 从今天开始, 就那11岁那年开始后, 从今天开始后, 我会在表演是一一眼泪, 我在一眼, 被人欺负, 所以就是因为会过来, 我就真的, 被社会的眼泪了, 后来, 后来, 去到教会信了主之后, 我也告诉我的牧师, 我有这个经历, 然后, 我跟我牧师说, 我之前呢, 我发誓之后呢, 我从来没有掉过眼泪, 因为我信了主之后, 我也没有掉过眼泪, 很难掉眼泪, 然后, 牧师就跟我说, 你可以掉眼泪, 你让圣灵在你身上, 通过, 你敞开你的心, 你让圣灵中空吧, 我信主的那几年来, 我信主的那几年过后, 我信主的那几年过后, 我信主的几年过后, 我记得有一天, 邦念, 圣灵, 帮助我, 让我带回到十一岁的那一年, 那个画面, 那个场景, 让我回想, 神在医治我的记忆, 在医治我的回忆, 在医治我过去的时候, 面对的东西, 就是那个事件, 把我带到那个画面里面去, 带到那个, 我所把我的记忆交给圣灵, 圣灵就医治我, 那一天晚上, 我哭得稀哩哗啦, 哭得很厉害, 不停的哽咽, 从来没有哭的, 很多人都不能够哭了, 可是那一个晚上, 我哭得很气寒, 不停的哽咽, 我发现, 但是我跪在祂的地上, 整潭都是水, 不知道是泪水, 还是头水, 什么水, 我不知道, 但是一潭都是什么, 属医治了我, 十一岁那一年, 所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你, 神现在要医治你, 过去所说的事,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有些曾经伤害你的人, 可能他永远会, 会请求你的饶恕, 你的饶恶恶, 真的, 如果要等他, 那人跟你讲对不起, 我告诉你, 也会再断一次, 好不好, 对, 他们会不会在你面前, 求你饶恶, 但有一个人会这样做, 那人是不是耶稣, 我帮助你, 耶稣是来为我们施脚, 就算别人障碍你, 别人让你受伤, 耶稣说, 我施你的脚, 耶稣说, 他在我面上呢, 把这个伤痕, 把这个情绪的伤害, 这个情绪上, 把创伤, 放在我身上, 然后帮你施脚, 把你插了一桿二斤, 把你施的一桿二斤, 接出来, 就是要医治你伤害, 他来要医治你, 他要来医治伤心的人, 你心中所有的破碎, 他都能够医治, 现在, 让我花一点点时间, 把过去的这些者, 他的计较, 圣灵的把, 求他医治你的破碎的时候, 让你来到他, 好,一起来讲, 好,一起来讲,